東部的好山好水好空氣 今天我們收到本田的邀約來到花蓮 主要要是我們升盤這台標準的FK Twin 以及左邊這台進階版的FK Twin Adventure Sport 過去他們有引進的FK Twin 就是一個低座的版本 那其實在他們內部做一些調整跟調查之後 他們確實有收到一些人的反應說 既然是已經這麼野的車的性格 大家想要一個標準版 那確實也跟我們自己所想的一樣 因為這種多功能車 其實你坐在上面整體的高度 當然它的著地性會變差 但是它騎起來的氣勢會非常的棒 所以這一次他們就帶來了一個標準行程 然後標準高度的一個FK Twin 這一次這個版本是搭載傳統打檔系統 另外左邊這個進階版本則是最高階的 其實我到印尼的時候參加他們HRC的活動 那時候就已經發表是去年的時候 當時我就非常喜歡它這輛車的整體配置 然後最頂規的配備 還有前面的整體燈的造型 高階版本的Adventures Pro 它基本上它就搭載了DCT系統 所以這一次本田它就告訴你 如果你要低階版本 這邊就是有完全手排的比較便宜 那左邊這個你如果要高階 它就有DCT系統 而且它還配上了一個電子懸吊系統 那我們先從最簡單也是最熟悉的 來帶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它這個紅色 如果你們有印象 這個去年的時候版本也就是長這樣 但是它確實在整體的車高拉高之後 在我們這兩天看我覺得它比起過去順延許多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身高比較高 有種你知道 好像你的身高問題不干我的事一樣 它的做高就如同上一代一樣 它有兩個高度可以調整 標準的高度是870mm 就等於87公分 如果你把椅墊在卡榫往下卡 大概可以再降兩公分 來到850mm大概85公分高 以我的身高來做的話 當然我的鞋底稍微高一點 我都還需要微顛 我認為大概在175以上的人 騎這台車會比較適合 今天比較進階的ADV版本 其實也是一樣的做高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基本上它的所有配置 就跟上一代一樣 只是它的DCT系統被取消了 它直接換成一個傳統的打檔模式 大面積液晶儀表 地速巡航等等的 它都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樣 它的行程的部分 也因為它回歸到沒有被閹割的狀態 所以它的離地高過去則是210mm 就是大概21公分 這一次來到了250mm 多了足足有4公分高 今天我們上了一趟瑞穗林道 確實在整體車高被拉高之後 我們走那西床有那種大的石頭 我覺得它克服的能力 比起上一代來的更加的有餘裕 更能夠突破各式各樣的路況 個人騎了這麼多鳥車 我非常喜歡鳥車的長行程 因為它可以讓你在煞車 或者在開油的時候 它給你有很多的ASOBI 很多的彈性空間 你即使你煞車誤煞了多一點 它就是層很深 那時候你其實還是可以自然的修憲 來控制你的車輛 這一點是比如說你是截車 或是跑車沒辦法做到的 上一次它因為是低座版本 原本它前面是185mm的行程 這次回歸到230 進到200多 這才是一個真正這種越野人需要的行程場 後面的部分原本是180mm 這一次也回歸到了220mm 所以它的整體的動態表現 你煞車它就沉的更深更深 然後你補油它就到後面拉起來的角度更深 對我來說 我個人是覺得它整體的極限包容性變得更大 包括你騎各式各樣的路況 你都會覺得觸底的機率變少了 好所以這台車基本上 它跟上一代的差別就在這邊 其他東西就沒有太大的改變 回到今天的重點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 這次引進來的最高階版本 Adventure Sport 我們先從它的外觀來看 其實它跟一般版本大致上相同 但是我個人非常鍾愛這一顆的頭 因為它比起一般版本來的更加的寬 你看它這兩側 有這種熊絲的霸氣寬度變得更大 我想這種喜歡鳥車畢竟我這40歲的人 大家都喜歡那個車子又高又大 然後頭看起來很壯碩 那我覺得今天Adventure Sport 它就滿足這個需求 再加上它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還有兩顆燈 這個燈就是一個彎道輔助照明 所以它在夜間的時候 會隨著你的傾倒角度 來決定你這時候要亮的亮度 補助你的彎角之間的盲點 這一點我覺得在很多的這種高階多工的車上 都有的配備 今天來到非洲雙上面它也擁有了 這一次換上一個長風景 但以我個人來說 如果你沒有要越野 我個人是認為長風景對台灣來說 實用度比較高 因為你上61、64其實可以擋風比較重要 當然在過去的版本 一般的版本它是在你深度越野的時候 你要身體做移動或者是你摔車 它防止你的風景刮到你 所以它會做一個短風景 好這次它給你不但是長風景 它給你五段可調 那你可以壓著兩側之後 就可以進行上下的移動 但是我個人必須講 我們試過這麼多可調風景 這個兩邊都要壓著一起調的機構 坦白說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你看如果我壓一邊也沒辦法調 我一定要雙手空下來 但我想或許這就是本田 它就強調你你現在要調風景 你抱歉你一定要停下來 也或者是你有辦法定速開著 然後雙手空掉 調風景嗎 好我覺得無論如何 我都還是希望它這個調風景機構 可以再單純一點中間按了就拉上來 我覺得那會比較符合我們騎乘的需求 你看畢竟我今天從市區直接傳到高架上去 我就不用停下來在那邊拉 對不對 不然你告訴我高架 我哪有地方停下來調這個東西 這一點或許是下一代可以調整的部分 這一台車雖然它在整體外貌上面 看起來跟一般版本好像沒有差太多 但其實它的油箱偷偷升級非常多 因為一般版本只有18.8公升 這一次它來到這邊來到了24.8公升 哇 據本田他們這次活動的整備人 他們把這台車拿去加油站加 嚇壞了東部的加油小朋友們 他們說哇靠這個怎麼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1000多塊錢 對他們來說沒有看過一台機車 會加到1000多塊錢相當的新奇 那我想它這個油箱的設定 再配上其實現在新的環保里程 滿桶油的里程數相當的驚人 它單趟的里程就是你知道 隨便就是500公里之長 我想對台灣來說就是環半島絕對沒有問題 這次車尾就跟去年的其實長得非常像 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你注意到它多了一個後架 這點也是非常實用 因為我自己CRF車主 然後我有時候出去 我後面想要掛網子 沒地方掛 不然就是掛了它車尾太細 然後你也掛不住 但是有這後架之後 你載東西或者你加後箱 這點就非常的實用 那除了這一台高階版有之外 這一次今年度的一般版本 它也直接標配給你這個後架 所以也算是跨年度的一個小小的提升 好的這次在輪框的部分 他們也採用了後18000 21的配置 讓它整體突破險境是非常的好操作 但是他們兩輛車因為等級上的不同 你可以看到白色的版本 它就是搭上了非常漂亮的霧面金色的輪框 而且這輪框是無內胎的配置 那一般版本則是採用一個黑色的輪框 所以我個人講 先不講剛剛我們講的外型 我個人就是非常喜歡它專屬的白色 而且參了你看紅色藍色 這就是一個很本田典型的 一個很雅致的一個配色 好喜歡這個顏色 現在我覺得電控車真的非常的麻煩 我們光這台車出發前 它就花了大概10分鐘 帶我們好好了解它的電控系統 就跟當初我們試GoWin一樣 但即使這台車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試過來到今天都還是真的 有時候南面目煞煞 你看它的左手鍵嚇死人了多少個鍵 其實我個人就必須講 因為我們自己試過比如說KTNR凱旋 他們這個十字鍵只靠一顆鍵就處理好了 就是你一根上下左右 然後按下去就是確認 但是我必須說本田在這邊的部分 設置有點會讓一些年紀大的人 或者是像我們這中年人 不善於3C的人會有點恐懼的感覺 你看我這個我常常在玩3C 我都會有點恐懼感 更不要講說那些爸爸們 或者是這種像我爸那種年紀的人 除此之外他又給你一個全彩的大面積的意境意表 好這是蠻加分的點 但是還是有些小遺憾 我來給大家看 開啟之後其實他有個非常華麗的非洲霜的動畫 好這個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對但是其實你要注意到 所以你有注意到問題點了嗎 他在開機的時候你需要花一點時間等待他 當然其實這輛車在我們實際上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等他動態 你就可以直接操作車輛沒有問題 只是當你的畫面還在 你知道車友都已經出發了戴手套 然後你開的時候你在那邊等 沒有畫面你還是會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畢竟他是一輛電控車 所以我會馬上想知道我現在的設定值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當然他的電控配備非常的齊全 但是現在看起來他裡面的運算的速度 並沒有那麼的快 回歸到剛剛我講的 他不只是這個左邊手把可以控制之外 他可以直接觸控來更改你的設定值 好這個配置其實是沒有問題 但是當你給他多種使用方式的時候 有時候在他不熟的時候未必是一件好事 可能反而造成他更多的confused的機會 大家記得要壓的很大力好不好 然後你壓完你要等他一下 他主要其實就是有幾種模式讓你選擇 一個旅行程式 然後碎石還有offroad 另外還有兩個使用者制定 前面的四種模式他都預設給你TCS的介入 比如說防輔局或引擎煞車動力模式 這些東西他都幫你設定好 你也可以制定這些選項 他給你的動力模式等等的細項 這一次比較特殊的就是 他加上了電子懸吊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直接讓你有行李騎士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按 比如說我要按兩位騎士 有沒有 當他在閃爍的時候 其實他車子的高度就在做調整了 然後我們也可以聽到 他那馬達的聲音在作動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預載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加一個行李 他漸漸的就升高了 好所以這部分則是車輛的預載 他可以快速透過儀表上面直接調整 除此之外他的阻尼的部分則是就跟剛剛一樣 對應你在市區 然後你在郊外 也或者是你是off road 做一個即時的調整 給你一個最適當的值 其實他們開發的研發也有講到 過去如果你是一般版本的話 你沒辦法針對你今天要騎什麼路況 去馬上調整 你可能騎一騎就是你知道公路的設定 但是你朋友走到土路 你就只能跟著走 要嘛你就停在路邊那邊調半天 他會隨著度內的INU 以及他的行程感應 直接感測到你車輛現在的動態 然後給你最適當的阻尼設定值 除此之外 他有一些最基本的 比如說加問手把 定速巡航這台車也是配備給你 好的 接著我們就來聊聊 究竟這兩輛車在東部 我們試駕過 不論是公路 也或者是way off road 騎起來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我們先從他的動力心臟來提到 其實他跟上一代一樣 採用一個1084cc的並列雙鋼引擎 這大馬力是97.5P 因為是270度夾角 所以就跟我們過去試的一樣 他在低轉的時候非常的躁動 非常的鼓動 隨時你縱開油門 他都感覺就要把你彈射出去 或者是把你的前輪舉起來的感覺 這一直是這顆1000cc的引擎 給我非常喜歡的 那種扭力充沛的感受 來到這次的花蓮 我覺得不管是在台九的 大直道的路線上面 也或者是我們進到的領導 我都可以感受到 當我在縱開油門的時候 他如果前輪防浮曲關掉的話 他很容易就把前輪舉起來 上一代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 那時候的DCC系統 會讓我覺得在我低口氣補下去的時候 他有一種節拍跟不上的感覺 那這一代我不確定 他到底有沒有在軟體上面的優化 但是以我剛剛騎了Adventure Sport 我覺得他整體的銜接度 你壯觀油門之後 他低口給你的那個力道的感覺 他更像是一般傳統的打擋的感受 那當然這個不是DCC的版本 他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他的騎乘感覺 就很像這種性能接車的感受 也可以比較直接的感受到 這顆引擎的鼓動感覺 大家一定會很confused說 那我到底要選這個低階的一般版本 還是要選DCC的版本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想要那種很充沛的動力 就是隨時靠你的手腕來控制 那我覺得這版本 當然會讓你覺得非常舒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很懶的人 比如說你常常會進到市區 也或者是我們今天進到林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人幫你控制的檔位 然後你不需要拉離合器 是非常輕鬆的事情 因為我們立委他就是騎這一台 然後他就覺得拉離合器 在比如說過水坑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你的檔位 到底要設在哪個位置 然後你速度突然減慢之後 你在那個時間點換檔 好像又很不小心 就可能會衝一下或者是倒下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時候 你是搭DCT系統 像我一樣我騎過去的時候 我就只要Hold的油門 剩下的就交給DCT自己變速 去年的時候試乘的時候 我在刁鑽的小路就騎的非常的開心 就是用這台標準版本 但是他有個情況 在新手的眼中 他會覺得這個長行程沉的太深 甚至讓他覺得有點坐船不安的感覺 那今天來到這一台進階版本的時候 他就沒有這問題了 因為他換上一個電子懸吊系統 所以當我調到Tour模式的時候 他的整體的阻尼是設定是偏慢的 也就是偏重的設定值 我可以感受到 他整體騎乘起來沙彎的感覺 他就變得比較像是街車了 但是當我進到林道之後 我調到Offroad模式 他的阻尼又調快 然後他吸收地面不平的能力又還給你 所以就等於是說 當你騎了這台車之後 你就不需要給他一個中用值 他就會隨著你的需求 隨時給你最適當的配置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覺得街車的整體的懸吊行程 你比較喜歡 他的作動你比較喜歡的人的話 我建議你直上電子避震器 他就可以有街車的感受 又有Offroad的自由感覺 如果你的預算沒有這麼多 看來你只能選擇這種標準版 但我個人覺得我個人還是蠻喜歡 他標準版的自然而來長行程的感覺 但你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去習慣他這種往下沉的感覺 還有開油之後頭往上浮的感受 今天我們進到林道之後 我就發現兩台車一樣 截然不同的感覺給你 因為我覺得最根本的車重就是一個關鍵 畢竟我上次才CCRF300 Rally 然後跑去他們硬漢大挑戰 今天換到這個之後 我覺得當然他的車重帶來更高的穩定性 就像比如說水鳥或其他的這種多功能車一樣 但是一旦你發生錯誤之後 我告訴你你要救回來的機會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他等於是包容你很多 但是你只要新手你犯錯之後 要浮起來 同行的人可能要兩三個 還比較好應付這個狀態 但如果你要跟其他的小車去offload 我認為你會被其他人排擠 左邊這台Adventure Sport 因為他又有大油箱 再加上他搭上DCT系統 所以他的車重來到了各位250公斤重 好如果今天你所有東西都簡化版本 來到這個我覺得要親民許多 他整整瘦了20幾公斤 只有229公斤重 所以在剛剛的林道的時候 很明顯在我兩台車互換的時候 我可以感受到 這台車給我的那種輕盈感覺 是明顯比起Adventure Sport 來得更加的有益 最後公佈售價的時候到了 如果你想要這個閹割版本 也不是說閹割版本 低價版本的話 他這一次開出來價格只要59.8萬元 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因為你對比去年度的低座版本 那時候他開出來售價是66.3萬元 他整整便宜了將近7萬塊之多 如果你想要電子避震系統 然後搭載DCT系統的Adventure Sport的話 他這邊開出來售價是78.8萬元 所以這兩輛車級別就瞬間拉開了 之間差了19萬之多 如果你是CRF的車主300的 然後你想要升上來 但是你荷包沒有這麼多 我個人認為現在整體的設定值是非常甜的 他等於滿足你大型排量的越野 多功能車的需求達到8成以上 好的 如果你本來瞄準的可能是水鳥那種100多萬 但是其實你的預算沒有這麼多 那今天的Adventure Sport 他一樣給你一個非常霸氣的造型 然後一個大油箱 高檔的電子避震系統也配給你 他整體騎乘的感覺 就跟那些頂規的鳥一樣 給你一個非常舒適好駕馭的騎乘感受 而且DCT系統完全你就可以用 速可達的騎法在逛大街 當然看了我們試駕之後 本田的各據點其實都會配有試乘車 我都建議大家實際去體驗一下 這兩輛車之間的差別 一輛比較豪華 一輛比較舒適 但是比較重 一輛就是很直接 然後價格比較便宜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今天的Evca Twin 以及Evca Twin的特別版本 Adventure Sport做的一個介紹 記得收聽我們SuperMoto 8的頻道 我們要去吃臭豆腐了 我們下次見 mare越來參謀 juseh雨 小丁火ного圈 越來越高檜 怯鑲